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花了很多心思 是否因為太投入 我聽你之前說 拍到甲仲線的指數飆升 其實不是拍的 你因為太投入 還是因為某些場口太刺激 令你這樣? 不是的 是我還沒開拍 開拍之前我去了驗血 因為我覺得壓力有點大 驗血看看指數 原來全部已經飆升 因為準備的時候已經很大壓力 是的 你的稿這麼難 還要模仿新聞主播的咬字 你知道我的中文有 所以壓力是 突然切進去做一個女主播 真的很難 很難的 這份工作不容易 所以 你覺得女主播 女主播 女主播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 臨場反映的那些 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我齊勒免疫系統 那些指數就升上了 那些指數 突然暴瘦 然後不斷吃 吃到又暴肥 你拍到真的拍的時候 就OK了嗎? 沒有再這麼大 不是的 一直跳 一直跳 所以我還沒吃藥 之前我停了藥 因為我調理了 我的身體 停了多久 再吃藥 停了一年 一年 是嗎? 停了一年 停一年再吃藥 現在呢? 現在沒事了 你覺得這套可不可以 再幫你帶來一個 事後獎 哈哈哈哈 我從來沒想過這個時候獎 我拍這套劇 都沒想過這個時候的 這個獎 你說如果要拿TVB這個時候 當然是一點都不容易 還有這麼多年都拿不到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每一次 那些人覺得我是不是 都應該去 TVB不應該給我一個時候 有這樣的聲音的時候 我都發覺我身邊的對手都很強 是的 由今早開始 就是洪姐 然後又千華 然後今年又阿蛇 所以我不會想這件事 真的 因為這件事 想不想再拿? 問心? 真心? 真心 其實拿是會開心 但是不拿也不會灰心 是的 因為已經有了肯定 是嗎? 有了觀眾的肯定 有了觀眾的認同 還有獎項又不是沒拿過 你說如果我真的一個獎 都從來沒拿過 我可能會很癢 但是我反而覺得 現在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是真的 觀眾給我的掌聲和認同 你很勤力地做事 然後又生病了 你男朋友 未來老公會不會責任? 沒有 沒有 因為她也是張家賢 工作狂 她和我都是張家賢的朋友 所以大家就會很明白 大家很愛自己的工作 所以大家如果她要工作 你去工作 你去工作 你不用理我 我工作 你去工作 不用理我 大家是這樣的 很想支持 是的 她會知道我會很開心 我工作的時候 所以她不會說 你不要做事 不會怎樣 不會像高君賢的角色 那樣 像我結婚生子 是的 是的 很放任你去做 是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的 但是你現在結婚了嗎 沒有 因為其實 我只是說 每個人都在問我結婚 但是呢 疫情的時候 很自由的時候 當然又沒得搞 你現在疫情後 大家都很忙 她不會去想這件事 我也沒有去想這件事 因為工作是第一 我們會做了我們眼前的工作 還有我又覺得 一張政府認可的紙 不代表幸福 不代表一定要做了這件事 才是有幸福 我反而覺得 但是你不覺得好像 就是差這個儀式那樣嗎 我不覺得 我完全不是那種想法 我覺得可能以前我媽媽年代 那些很傳統的想法 覺得女人一定要結婚 生孩子才有個美滿幸福的家 我覺得這個年代的人 尤其是女性 就算不結婚 選擇不結婚 都不應該被人去歧視 或者覺得她不夠好 或者那件事 反而我覺得 大家有自己的選擇 去選擇 覺得自己最開心的生活 是應該怎樣過 我覺得一張紙 未必是代表到你的幸福 我覺得是不需要 放這麼多標籤去說 什麼是代表幸福 什麼是代表開心 反而我覺得 真的每一個人都不同 而我們 我們兩個 反而覺得現在 大家沒有壓力地 覺得舒服 即將來 沒有人會知道會怎樣的 可能將來 我會變成另一個性格 或者她會變成另一個性格 令到 大家可能 都未必在一起 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 最重要是眼前這一刻 大家是過得開心快樂 那就是最重要 是的 有沒有想過生小朋友 我覺得這也是順其自然 你都入行二十年 今年是你二十周年 是不是 你是2003年 是的 好像是 是的 很多事都已經試過 歌影視 你都試過 你下一個步 可能踏入2024年 你自己有什麼 計劃嗎 不能計劃 我們這行 是不能計劃 但你想呢 例如你剛才說 我想從一個很厲害的導演演員 希望 希望 希望有一些新的項目 可以令到我可以 捧一些 真的很厲害的演員 或者導演 或者有一些新的嘗試